嗯 我會幫你生一個很漂亮的寶寶 他說很像一個小黃罐帶在我頭上 然後 他送我一大把 我是九朵玫瑰 然後後來我助理真的是金牛做的 一二三 他開始說 花店有沒有少包幾朵這樣 這種問題說你出過國嘛好不好笑 但答案更好笑 他就轉過來看我這樣 我以為他在笑我的問題 結果不是他快爆開來說 沒有 做夢都想不到的美好 真的喔 好事情啊 嚇我一跳 我以為你們有請他來 嚇我一跳 沒有 因為今天他也給我另外一個驚喜 因為他從來沒有送過花 有一次他也問我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花 以前我寫書或者是什麼 我勢必自己都會跑到花市去 一把一把 然後回來慢慢的弄 然後我家裡很多玻璃花瓶 然後後來慢慢男孩子不心這一套 然後你如果對男孩子期望過高 你自己會很難過 對 你常常就這樣 明天那個欸 親人結 然後後來他就還是沒反應 然後就這樣 收拾一大堆的這個糖頭這樣 那 他有一天就突然問我 就說你喜歡花嗎 我想他終於問 他終於問 講了兩年他終於問了 那時候我很喜歡 我就還準備這樣 這樣準備好姿態 然後要轉過頭回答的時候 這時候我的助理毛董 就很大啦啦的插進來說 哎唷花最浪費錢啊 幹什麼買花呢 然後我就轉到一半這樣 然後就看他們兩個都對齁 我也這麼覺得 我就 然後就收回去你知道嗎 然後就沒講了 其實我沒想到我發片記者會的那一天 當然媒體就一直傳 其實有時候傳言真的不知道從何而起 事實上我們從何到尾都沒有這樣計畫過 就說他會出現下跪求婚 那我想不會吧應該 我私底下也沒有感受到這種氣氛 就雖然他沒來 他送我一大把 欸說多少 99朵玫瑰 然後我 後來我助理啊 真的是金牛座的 他在數 123 他在數 花電影好像少包幾朵這樣 我說 管他是不是99朵一大把 然後送我一張卡片 那我就很開心 然後那媒體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也了解媒體 他們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發片記者會 我居然坐下來跟他們說什麼你知道 因為有颱風天嘛 我就坐下來我說 唱片不用問了 直接問八卦 你們要問什麼快點 三點以前我放你們回去接稿 大家就這樣 真的嗎 我就對啊 好那請問 他跟你求婚沒什麼就開始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好啊都說啊沒有關係 那就說 有沒有求婚 我說有 然後 其實戒指是我們 欸這獨家在你們這裡講欸 我從沒有講過 太好了 探體話探體話 我們兩個 因為在台灣的幾個 幾個 就是 戒指店弄得不太愉快 因為他們會去放消息什麼的 然後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利用只有一天的時間 飛到香港 我們兩個人手牽手 早上六點就飛 然後到那邊飯店 check-in完 就開始手牽手 在銅鑼灣 整條街 開始去什麼 周深深周大福 什麼都一整條都是 哇 就沿著那個電車路 這樣一直走 然後一直找 他有看一個新型的轉介說 你喜不喜歡這個 我想說那麼大 那麼大真好 然後 我想想再看一下更大的 你知道嗎 然後就一路看看 看完那條街 再回來又看看 一直看到傍晚黃昏 好累喔 我看得出來男孩子逛街是會累的 結果回到最原來的SOGO裡面的TIFFANY 突然就看到一個 就是我手上這個 很細緻的 戒指 好漂亮喔 對 就是很 他說很像一個小黃罐 戴在我頭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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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也搭配了 男生是一個銀戒指 很細緻 很典牙的 也是小黃罐嗎 不是 然後就 然後就 買了戒指兩個還 就是 因為我 我很喜歡TIFFANY 是因為電影 我很 很愛這種 地凡內早餐 地凡內早餐 你們是上一輩子 西雅圖夜未眠 他們到帝國大廈去 然後 那個 Made Ryan也有在TIFFANY的那個專櫃 你知道我還去紐約 TIFFANY跟 那時候跟那個 新梅去 我還問那個櫃員說 Made Ryan你站在哪裡 他說就這邊 我就跑到他站的地方這樣 感受一下那個感覺 你知道 然後就覺得那個小藍盒子 跟小白斷帶 是我的一個夢 我不見得要即刻啦 然後買到以後 我們回飯店還這樣 兩個人很開心啊 然後 還說 要把它打開嗎 因為打開我們不會綁蝴蝶結 綁不回去說 看一下好了 然後跟他又看說 你看選的真的很好 然後就回到台灣 還這樣 只能給助理看 不敢消息走漏 你看你看 然後又再偷綁回那個蝴蝶結 然後就說 就一定要有個求婚儀式 那我們求婚地點就在 我們定情的地方 芙蓉海灘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沖浪這樣 然後 他求婚的日子 給你們猜是什麼日子 求婚的日子 很特別的一個日子 很特別的日子 國慶日 不是 端午節 還沒動 不是 不是 比那個更特別 九三軍人節 不是 好了公布答案 三八婦女節 中原普渡 蛤 那還好嗎 可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躲 所以只有那天最不可能 只有那天最不可能 然後我們一早就衝到海灘去 然後兩個人都是岩石 然後就剛好那沙灘上也沒什麼人了 因為海洋音樂季也過了 因為之前太多人了 然後又有兩隻狗 我們會帶狗去 就要把球丟 就讓狗去撿 這時候我們才有空檔 然後一丟 快點我要求婚 然後他就拿石頭畫了一個心 然後我們兩個就蹲在心裡的時候 狗又回來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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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然後他丟出去 然後 然後就繼續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些很感動的話 然後我們兩個就 就戴上戒指 有那個感覺 然後 就接下來就是 就是一個求婚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是我很難忘的一件事情 那跟你 跟你以前想像的說 啊 將來有一天 男人跟我求婚的 那個情形 跟你現在實際發生這個情形來比的話 這是我 呃 做夢都想不到的美好 真的喔 因為以前人想到頂多玫瑰花 燭光晚餐 你想到的都是非常 自視的畫面 但我沒有想像是 那片沙灘 因為那片沙灘我第一次看到它 那時候 心梅姐找我去衝浪 對 因為他之前被劈腿 我之前也被劈腿 然後傷心人 這樣都哭得瘦瘦的這樣 然後我就坐在心梅姐的車上 欸他們都下去買東西了 然後有人的手機 在響 因為我們快到福龍 那李仁那時候是開他自己的車去福龍 然後我一接起來我就 喂 他就喂 那時候很難過 我說喂 你誰啊 他說你是 我是陶子 喔 我是李仁 那是我們第一次通話 那不是我的手機 然後車一轉進那個海灣的時候 我就看見一個 古銅色的 有肌肉的 孤獨的背影 坐在那裡 我覺得他一定是擺好POSE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急 然後就這樣子 就背對著我們來的方向 因為他知道我們快到了 看到他有擦一些油什麼 挺 然後什麼角度 肌肉會比較多這樣 對啊 對 對 對 然後就看到我就覺得 好孤單的感覺 然後就慢慢就 衝浪就開始認識 喔 你是因為他那個背影 喜歡上他的 沒有 他正面更帥 但是 不會光因為他的身材 而喜歡上他吧 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喜歡猛男 那我後來了解為什麼是 Discovery有介紹 他說在女性選擇下一代的 未來的另一半的時候 其實是有健康考量的 所以為什麼 比如說你那種米其林型的 跟倒三角型的 大部分大家會選擇 倒三角 是因為 他要繁衍一個優良的後代 所以這是生物本能 喔 潛意識 對 那當然有這樣的比較像 有這個就選這個 當然後來也是因為他的個性 那李仁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 他是可以 托付終身 對 托付終身的人 第一個先舒服 我們講話好自然 然後就不知道講 就也第一次就是 覺得好像我們要單獨出去的時候 約他 然後 然後出去在車上 也是去扶龍 然後就也不知道聊什麼 很尷尬 欸都我都那麼老的女人了 還會尷尬 然後就一路又那麼長 然後就聊 欸這海啊這什麼 然後就還聊說 你出過國嗎 你出過國嗎 還問這種問題說 你出過國嗎 好不好笑 但答案更好笑 他就轉過來看 我就這樣 我以為他在笑我的問題 結果他不是他快爆開來說 沒有 然後他一直說 我說你是不是台北以外的地方你熟 他說不熟 他說他一輩子都在在台北 他在台北出生 台北當兵 台北長大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 就突然聊得很輕鬆很自然 然後喜好也一樣 他沒有去過桃園啊 後來衝浪有 後來衝浪有去墾丁 他其實當兵什麼都在台北 台北啊 其實李李仁算是一個蠻乖的藝人 他是 我們不敢像 當初認識他都不敢像他是藝人 你是修車的還怎麼樣 每天就在弄車 康哥我來了 康哥車要不要修 不要修我走了 然後地攤開過計程車 然後他其實有一次 跟我在一起沒多久以後 就有記者訪問他以前做過什麼 他就全講了說擺過地攤 什麼什麼 後來他 因為他媽媽會覺得說這樣會不會不好 他們會覺得 我們家裡人是不是高攀桃子 你這樣講擺地攤喔 這樣很好 然後我就說不會 我覺得其實 不要說男人 我覺得所有人都應該去經歷很多事情 對 他什麼都做過 然後他也跟我講 他在當計程車司機的笑話 他說因為他太帥了 他就載到那喝醉酒的女子 他問講中演打 我給他從後面抱一下氣 然後 就 所以他連續經歷放的事情太多 而還能這麼的單純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對 一開始你們兩個是誰主動 主動 哪一方面 要在一起 就是 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上一壘 情愫的時候 誰先 要上壘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一開始不是都大家一團嗎 一定都是團體行動嗎 對 後來有一天我就說 某天我又有空 我要帶我的狗去海邊 西梅就說他沒空 他說你只要看裡人 還有誰誰誰 還有誰誰誰 比如說有你們三個 我說好好 那就約 比如說我就先打給裡人 他說好 就打給你 打給你 都沒空 這邊我們兩個有空 那 我就說 那 其他人都沒空 只有我們兩個有空 好 好 沒關係還是去啊 所以我覺得是 我有他也有 妳是有主動的嫌疑 有有有 他是有被動的主動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在我們兩個交往一開始 他比較被動 應該這樣講 他個性本來就這樣 沒有 他會怕 我今天也跟記者講 我說 上次就有什麼算命老師說 陶子你愛裡裡人比較多 三個都這樣講的時候 我有一句話 堵住沒有講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 不想解釋太多 那時候主角是三位老師 我只想了一句話就是 整個演藝圈 誰敢愛陶晶瑩 這個男人真帶種 他除了帶種之外 他一定是很愛我 他才會跟我在一起 對 所以這還需要解釋嗎 還需要說 好像用一把尺再量 你愛他都還他愛你 我覺得其實他敢跟我在一起 已經是很艱難的任務了 其實說實在 他在演 就是在戲劇界來講 算是很紅的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他 現在這個成就而變了 這個很厲害 很多人紅起來就變形了 拿翹了 對或者說對以前的朋友都 態度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完全沒有變 這個是很難得的 現在遇到你還要幫你修車 現在不修車 因為沒時間 但是你問他是 李仁那個什麼哪裡是人 我跟你講 那個誰是電話 就打去 他還是會幫你喬這些事情 他會幫你們買機油對不對 就一次買12瓶會比較 對 他以前會 我沒找過他買過 但是他會 會幫朋友這樣子 對啊 我以前換輪胎也問他 李仁那個輪胎哪裡 那個什麼什麼 他剛出門前還在對著新聞 罵了好大一聲 為什麼 罵了 忠友突然又漲價了 這麼急 這麼急 你嚇一跳 那我說怎麼了 他沒有 怎麼可以這樣 已經漲價好幾次了 好 對 最近又漲真的是太可惡了 對 這方面是比較積極的 對 那 你們的簽手呢 交往多久 簽手 應該 三個小時就簽了吧 差不多兩天 兩天 我跟你講 後來又怎樣你知道嗎 後來就是好像回來的時候 我說買 我買了一大堆烤肉東西 因為我們結緣在中秋節 是要給我公司的員工烤肉的 結果公司的員工 那天不知道是 我忘了為什麼 就說 取消不烤了 所以一大堆烤肉東西堆在我家 肉啊 雞翅啊 花枝 什麼碗 一大堆冰箱塞滿 然後烤肉醬有兩箱在我家地上 那當然我就說 第二次的主動出擊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第二次主動出擊 他就說好啊 還有一次也很沒有 後來就是一開始 欸真的很多獨家都給你們喔 對啊 因為你太會問了沒辦法 不要這樣說 所以後來 後來我們就成為看電視的好朋友 喔 一人坐一邊喔 很有距離這樣看 然後你就 蛤蛤蛤 然後喜歡看 欸你看這個也會笑 你知道這個很重要 要是他再看一個 你很受不了的節目 然後他還 啊很享受的 然後他還 還不及 然後他兩個就看著通道電視節目 都喜歡 而且笑的點都一樣 然後某個點罵的 就白癡啊 豬 都一樣的時候 你慢慢就發現那距離近了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晚上 晚上是 看好晚喔 都捨不得喔 可是也不敢去牽手 還在急 然後就說 差不多要走了 我們差不多看那個 HBO已經重播到第三遍了 還在那邊 今天也要亮 他說我還是得走了 喔 好啊好啊 那那那那 再聯絡這樣 然後就送走了 然後走到那個路上 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那個 中奧東路到基隆路這邊 剛好在修路耶 我說喔真的嗎 什麼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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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喔 那妳要回來嗎 對啊 我要繞 我不知道繞哪一條 好吧 當時的他來說 追淘金營這件事 是一個很恐怖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 妳應該算滿惶恐 所以 我大概知道 所以我就會 比較主動一點 鼓勵他 加油 加油 伊麗仁為妳做過 最浪漫 妳覺得是什麼事 我覺得福隆這個畫 畫這個已經 然後 我有說我覺得我 我怎麼越變越差勁喔 以前小時候談戀愛 我會主動去布局 不管是情人節生日 或什麼什麼的 有的 我認識他那次也是有 但是 後來到情人節的時候 他就很瀟灑 男生總會說 不要過情人節啊 煩死了 那麼多情人節 浪費錢 對那我就在旁邊說 好對對對不用過不用過 那我就不會像小時候 那麼的去 去營造這麼多事 結果沒想到他會 那就搞得 今年情人節 他有工作我有工作 我想他沒事嘛 就我們一起吃個飯就好 結果他去買禮物了 然後一回來就說 這是禮物送給妳 我就 然後我就 就只要口頭答應他一些 先開一些空頭支票 其實我已經準備說 什麼什麼假期的時候 我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對啊 反而是他會去 開始注意這些事 然後很多 其實蠻多 我覺得他 他讓我最覺得 浪漫的一件事是 只要我說過的話 他都記得喔 那這個很不容易 對比如說經過一個什麼 對比如說經過一個什麼 我要想吃這個 可是今天吃飽了 他說下次我說好 欸下次他真的記得 他就是經過或者是 他特地繞過去幫妳買一份 然後或者是我說 我想看這部片 然後到他只要 他下檔前他有空 或是已經到二輪戲 他就是會帶妳去看那部片 做過 都比較浮面的 開玩笑 不過有一次很好玩 有一次那個時候 然後我還有一個店 在信義路的時候 他就神秘兮兮的跑來 我跟他講 樓上包下來多少錢 什麼什麼 突然想到 欸 你不要跟李仁講 我幹嘛 我都第一想幹什麼 有別的男人 幫他過生日 他就很緊張 他一直到 這個一定要有這個 那個要有這個 然後他一直弄到什麼 李仁還要什麼安排 我們大家都很幫忙 一開始樓上還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李仁 李仁 我要笑 李仁 你跟我上來講 故意嚴肅 康哥 他幹嘛 我跟妳講一次 等一下我擦一下嘴 因為他那個店 地板是一個一個玻璃的 然後所以李仁進來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我們在上面幫他佈置 我們從玻璃看到他的頭 他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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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子一直看 每一個都很緊張 你知道嗎 看他的頭 我們有個洞 要經過 後來 後來帶他上去 他就上來 他也很自然 他想說我早上真的有什麼事 那一開門 哇 大家都在啊 就很高興啊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 李仁那個臉字 動容了 被感動了 有沒有撇樹 撇樹 有啦 他說從小到大沒有人這樣幫過 接下來我就不好參與了嘛 對不對 人家兩個抱在一起 我都哭啊 真的太尷尬 兩個一抱 我們大家就往旁邊退啊 但那個時候我就自動的 好多酒啊 先喝 講兩句話吧 對 這假的 真的 你對著鏡頭講 這裡 他不會來 對 不要怕更好 我對他嗎 對 你對他 我對他 講一些電子上可以講的 對 對著他講 我對他 其實今天很好玩 我也可以告訴你們 就是剛好記者分兩頭問我們 然後就說 那 如果他沒有要跟你求婚不娶你呢 我說 不管他求不求婚 反正我是嫁定你了 然後 不管 我們有沒有那個儀式 反正我一輩子都要跟著你 然後要給你很多很多的愛 然後當然你也要一樣的愛我 然後這就是我想跟他說的話 結果沒想到後來 我跟他在車子裡的時候 記者問他 他說 如果桃子在海邊 沒有答應你的求婚怎麼辦 他就說 那我就跳到海裡 以死相逼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兩個 大概已經是 認定到這麼滿的程度了 但是宣傳有告訴我說 不要把自己說得太幸福 這樣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有吵架 還是不好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是 就是 互相 我覺得能夠認定 而且 你知道那是一種 完全的信任耶 其實去狗也知道 我一開始是害怕的 比如說我會吃醋 我會嫉妒他跟別的女演員的親熱戲 對 都會 但是經過很多事情之後 我居然可以滿 滿完全的相信 然後滿完全的覺得 去看到他真正辛苦工作的那一面 而不是那麼任性的去 單純的吃醋啊 你不要對我們講 你對李以仁講 蛤 蛤 他要說 說 就 那個 嗯 我會幫你生一個很漂亮的寶寶 哇 這就夠了 你看